赚钱辛苦吗 小知书别担心 每周五晚上 7点 帮你解析台股 PTF和各种投资的观念 每个礼拜二 礼拜四 盘前8点半 标股抢先报 我会帮你整理好 当天的投资方向 和赚钱的标股哦 要知道每天盘中 盘后掌握我的标股好康啊 赶快来扫描我的QR Code 或加入我的Lite 或者搜寻 小老鼠 GoGo一起发巴巴 让我带你一起发巴巴 您现在收看的是 运通财经台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赛 竟在运通 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女王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大盘 好你看哦 今天的大盘呢 尾盘拉上来 对不对 涨9点 那最低呢 跌247点 好大盘虽然一大早 在这边震荡 但是老师今天有三朵花哦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试剂 我刚来节目的时候还没有涨停 但我要上节目的时候 哇 从涨停吧 好来你看 最高来到293.5 有没有 好来你看 我什么时候介绍 我170介绍 对 我这中间天天介绍 我刚算了一下 一张 获利72% 真的是太厉害了 好除了试剂之外呢 我在选前一直跟大家说 我带大家布局什么 跟AI相关的供应链 对 好你看今天我们手上的 除了鸿海对不对 鸿海今天也蛮强的 对 最高220 持续沿着五日线上涨 对 我第二次买回是在203 对 那我来回两次波段获利 也有65% 好除了这个 之外还有上个礼拜介绍的 这个细光指光环 哇今天最高也涨停 好你看3234 有没有 今天最高来到涨停 好我48 对不对 我们在这边48介入 到这边波段获利也有20% 还有手上的秦城 我们这一次 这个选前我都带会员 我们买的都是跟AI相关的 好你看我第一档选前布局 有没有 买了虽然不涨 正当 真的买在290 288附近 选前不涨 正当正当 但今天公布第三季的财报 整个座喷出还来到涨停 好这就是我说的 选前低档布局 选后高档欢呼收割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大盘 我一直在这个选前就跟大家说 我说接下来要迎接的是第四季的做梦行情 对不对 好那这个到11月15号 或许今天有一些个股 对不对 创高回策 有的跌停 那有的是公布第三季的财报表现的不太理想 但是呢都没有关系 11月15号过后 没有财报的干扰 接下来它只要梦化的够大 它就会长得很凶猛了 好我们来看这边 好那这个今天一开盘叠 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台积电7奈米的禁令 对 好那美国商务部的就没有证实说有这一回事 对那所以你看 像我还是持续看好台积电 我们还是持续的有 你看它今天对不对 还是在平盘这个附近 它没有跌很深 好接下来还有什么 其实今天公布营收的都蛮强的 你看跟AI相关的3706的神达 它也是营收成长 整个跳空涨停 你是不是就买不到 好再来还有一个 顺达对不对 它也是直接跳空涨停 它公布第三季的财报 因为业外的收益 所以成长很多也是买不到 好还有什么 比特币相关概念滑琴 对它也是财报 10月营收不错 最高来到涨停 也是涨6% 好除了今天的盘氏 台积电的利空之外 还有就是财报 好营收不错的都冲涨停 那再来细光子 因为这个美国 它现在就说 它要把这个中国大陆的 这个细光子相关 就是不让它进口 那对台湾来说 我们有什么 我们就会有转单 那我们手上的这个光环 光环为什么这几天 它会这么涨 因为它是最低位阶的 我等一下再来做解释 我比较过这个比如上拳 然后光盛 位阶都很高 反而是光环比较有机会来做一个比较的行情 好所以细光子来说是强者很强 好再来重达KY也是跟光环一样 位阶相对比较低的 今天也是冲涨停 好除了这个之外 最重要的 AI就不讲了 因为AI都是我们的重头戏 对我选前低档都带大家布局 我相信手上大家都有AI了 对 好再来就是集团作战股 要特别的留意 你看像我们手上的试剂 就是什么上药集团 我等一下会一一的来说 再来红海集团也是这一波 红海集团这一波红准68 我天天介绍红海集团 对好你看 今天虽然就是没有很漂亮 没有继续创高 但是它还是有一个下影线 所以整个红海集团 还是持续的在作战 只是就是长多了休息一下 休息还是会再上 好来我们来看这边 好你看今天这个尾盘 我来要上节目前的时候 是点130 那尾盘整个就拉上去 所以这个盘真的是非常的强 好那这个台积电刚讲过了 对不对 那营收成长也讲过了 然后这个矽光子刚也讲过 然后特斯拉 特斯拉的股价 特斯拉它在美国的股价持续创高 所以跟特斯拉相关的供应链 要特别的留意 威潘有一档个股建核心 哇整个冲上去 哇整个低位接骨 整个冲涨停 所以跟这个特斯拉相关低位接骨 连接器相关要特别的留意 好还有特斯拉相关有一档就是铜制 你看铜制它创高回测 它没破五日线 还是持续的走强 所以说整个特斯拉相关低位接骨 我觉得就是说接下来 就是位接转移的状况下 还是可以持续的留意 好我们来看加权指数 好你看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 我们从技术线来看 我刚开始因为这个是跌100多点 我们从股价来看 你看咖啡社这条是五日均线 你有没有发现五日均线穿越什么 十日跟二十日代表什么 它很强 它就是说股价已经站上了所有的均线 跟短天期的移动平均线 所以说有机会挑战前高23713 好那23713挑战完之后 我觉得这个24700这个是迟早的 就是在前一波高点 明年看25000都不是问题 好再来你看我们的日KD 也是呈现一个交叉向上 好那台积电的10月营收是持续的创高 好我们来看这边 我讲过了 就是说为什么我明年看到这个25000 你看一下 EPS明年如果说明年用56块来看 其实这个外资调高本益比到24倍 好那这样换算下来是1344 那贡献指数呢还有2300点 那现在是不是23000 所以我觉得25000不是梦 好2026年的EPS是70块对不对 贡献指数4300 所以25000两万6都不是梦 我跟你讲你不要认为说老师在拉机盘 我跟你讲过台积电它是领头羊 好台积电上来了 我给他AI供应链 它上下游就会上来 好再来IC设计 对IC设计高价IP上来了 联发科今天它公布营收也不错对 然后联发科也涨 好高价IP上来了 那IC设计上来 整个全子股都上来 好试问大盘上来了 那OTC小型股也会比价 所以这个行情真的是很大 我上个礼拜跟选前就一直跟大家说 我说现阶段最重要就是资金要做最有效率的运用 我们要检视手上的个股 假设手上的个股就是产业前景 没有想象中的好 或是已经破年限了 那我建议你要太弱换强 好我们再来看 接下来 接下来就是11月可能会降因 然后12月再降息 你知道吗 像之前2020年 我们接下来要迎接的是降息的循环 那降息的循环就会有资金的行情 对你看2020年降世 指数从哪里8500涨到1万8 整整涨翻倍 所以就是说这个行情蛮恐怖 就是强者很强 他不回头 所以手上有镖骨 你一定要报老他 我觉得现在大家就是一个问题就是 老师我诟评 强的我都会买到 镖骨我都会买到 但是都没赚到 这个问题就是在 首先第一个筹码 你没有办法完全掌握到筹码 跟什么 产业前景 如果说你看得懂他的产业前景 你不会被洗掉 我等一下针对世纪再来讲 我跟讲今天好多Light粉丝团的 都跟我说 老师世纪我被洗掉了 因为今天有破品盘 等一下再来讲 好你看Tesla Tesla已经创高 然后Nesda就是那个灰达 灰达也是创高 所以相关供应链也是会跟着创高 好我们先来讲一下事迹 我敢说这一波事迹 你看我节目的 跟我Light粉丝团的家族成员 全部都赚钱 除非就是你自己今天盘中破了那个跌下来 你怕你把他卖掉 对不对 所以我说有时候我不怕你跟 但是就是你把我讯息带在身边 你赚到的会比 会比你这个 就是说没有跟我同步的更多 你知道你赚更多 好你看今天很多Light粉丝团跟我说 老师我怕你看世纪落到250 有没有他害怕 他全部卖掉你知道吗 结果冲上去270的时候 他很郁闷 他来留言说他快疯了 因为他被洗掉了 所以我说如果说不要被洗掉 一档个股 我们从低档布局 然后高档吃诊断 就是把我讯息带在身边 这是最好的方式 好我们来看这边 你看11点12分 当我在准备的时候 他还没拉尾盘 好你看他今天最高来到280 你看我们170介入 对获利65%对 这是清代 好这是普通会员的 有没有好你看 我们190介入 最高来到280 获利48%对 好好的做一档股票 其实不要冲来冲去 如果这档股票 产业前景趋势向上 有时候他会吓你 他会甩叫 对不对 如果你不够稳 你筹码没有掌握得很好 你随时被甩叫下车 那这时候人性的弱点 你要追回来吗 对追也不是 不追也不是 对最好的方式就是 跟我的讯息同步操作 好来你看上药集团 上药集团真的是如火如荼的 开始要展开什么 集团作帐 务必要注意 好来你看 我们这个跳过 因为这个是我天天都在介绍 这个来 10月30号的时候 我说来的粉丝团的家族成员 全部跟上我设计都赚钱 当然我的会员也是赚更多 好你看我在10月30号 我们还在上面写 我说这个在226的时候 我说务必赶快上车 大哥这边把我放大 务必赶快上车 你看226.5了 我还说务必赶快上车 今天多少 293 所以你226.5上车到今天 一张也赚6万 好再来你看 当时试剂还不是最先做喷出的 当时最先喷出的是新唐 有没有 新唐 对不对 你看这边新唐一个礼拜 跳空嘛 涨了22% 我跟大家说 试剂会来做比价效应 你看试剂当时才赞亮他 我说接下来要轮到试剂了 对 好我当时几月几号介绍 9月27 我说来 这个类骨跟大盘 呈现了一个黄金交叉 有没有 好再来我跟大家讲 我说试剂它也是什么 无人机 那川普上军工概念股 它也算是军工概念股 好再来如果说要车用 它也是 它已经跟育龙集团 它这个已经进入育龙集团的供应链了 对 好再来我说你看它九月营收 有没有成长多少 900多% 真的很厉害 它真的是有业绩的 好再来 它的这个公司的营运有什么 光通讯的晶片 细光纸的晶片它也有 对不对 车用也有 只要安全监控也有 好再来我说这档个股 我称作它的三倍股 我第一次介绍就说三倍股 我这档个股真的是很厉害 要好好的操作对不对 你要资金翻倍对不对 你要把今年的钱赚回来就靠这档 你看你看创高回撤 创高回撤 创高回撤 创高冲上去400块 我当时就是我有做到 所以这一次在起涨第一根 我就又带会员做一个进场 好再来它去年亏0.61 今年上半年就赚8.69 我说这个转机股真的是不得了 好再来 好9月13号 我177在这边介绍 我说它是三倍翻倍标并 有没有三倍的这个翻倍标并 因为它太会标了 当时177有没有头肩底刚打底完成 第一根我就介绍 来你看有没有第一根170介绍 好再来没多久就涨停 对到195对不对 好再来170到200 他200这边就做震荡了 170到200这边是震荡 他不是直接喷70几% 有没有 后来创高回撤 有没有 自息量 我跟大家说就要喷出了 再来170到226 获利33% 我还是续报 有没有 好再来又自息量了 212张 我所准备喷出 集团作战 我再加码 有没有 好再来170到226.5 获利35% 我还是持续的报劳他 好170到249 获利47% 我还是持续的报劳他 好再来170到267 获利57% 我还是报劳 好再来这个又量缩整理了 对不对 我知道筹码没有变化 我没被洗掉 我还是持续的报劳 好170到258 获利52%了 对不对 好再来我就跟大家说 他是军工股跟集团作战 要好好的报劳他 因为上药集团非常会作战 好再来170到270 获利59%对不对 好再来对到272 获利60% 好接下来 好今天嘛 直接就是冲涨停293.5 好来你看我什么时候介绍 我在就是起涨的第一根 在170的时候 盘中巨量我就研判 这是买进的量 有没有 好这中间震荡无数次 甚至破月线 我没被洗掉 所以这一波带我的家族成员 我们这一波这一档 已经获利了72% 真的是很厉害 今天大盘还表现得没有很漂亮 好来你看周线 你看他周也呈现一个N字形的突破 对不对 好你看月线 月K连三 也呈现了一个N字形的突破 千张大户持股人数42% 都没有因为他创高大户落跑 没有 反而是散户 就是说一些这个投资朋友 今天跌下来250 吓死了自己跑掉落跑 然后就被甩叫 然后结果尾盘冲涨停 所以避免这种状况 就是说第一时间最好就是盘中掌握筹码 像我自己我都知道 因为我自己写策略 我盘中筹码 对 跌下来250我知道 这个是甩叫 我不会被甩叫 对不对 我带领我们的会员 我们就是不被洗掉 尾盘冲上去大家开心 就是觉得说老师太厉害了 对不只这档 还有另一档就是秦晨 今天当秦晨 秦晨冲涨停的时候 319 我会员跟我说 老师我真的遇到天使了 怎么四季冲涨 就是今天创高 然后秦晨又冲高 但是他看大盘是跌的你知道吗 所以跟我有一个好处 就是我的股票耐得住正 因为我们的产业前景 都是趋势相上 再来我筹码都是什么 我法人都在吃货 而且就是说 营收我都检视过了 好那休息一下回来 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红准冲上去了 对不对 好就是短期间 68冲到90级 破断获利也有42% 好红海也就是创高了 对不对 那我上个礼拜也说 我说有一档 我称作是集团 红家军的翻倍标兵 我称作他一飞冲天 那今天呢 刚好是在平盘震荡量缩 就像刚四季一样 量缩是布局的好时机 那是哪一档呢 休息一下回来再跟大家做分享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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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顾真心照顾 运达投顾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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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答投顾 真心照顾 迟动了 看见行人行进路口 准备穿越道路时 汽机车应震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很慢耶 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 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 不管同向转弯或执行交叉 预行人过马路 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 汽机车行进依法 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 未暂停让行人先过 最高可处六千元以下罚还 停让一小步 交安一大步 内证不紧证署 关心您 好 我们来看一下光环 第一位接比价行情 好 你看光盛 光盛一年已经长了六百多%了 对不对 上全长了两百二十四% 对不对 那光环一年才长一倍 所以它会做一个比价 它是第一位接的补涨 好 我什么时候买呢 我有刚刚跟大家说 我说在选前 创高回撤的时候 做一个布局 48.8附近 对不对 那它震荡了几天 然后今天做一个喷出 最高来到57.8 好 你看哦 像光环 它已经接到什么 Google Google这个的代工 它这个Google的细光子代工 由光环来做 对不对 好 再来联雅 联雅不是也创高吗 因为细光子 好 那联雅的细光子产品代工 由谁来做 由光环 所以它的这个背后的大客户很大 好 加上手机销售 它这个去年手机不是消费性产品 这个不好 那现在开始渐渐转好了 比如说这个Apple 它这个AI手机 然后飞瓶阵营也AI手机 对光环来说 它的营收会足迹成长 好 我们来看这边 这个是今天对光环涨停版 获利20%续报对 好 来这个是星期五对 我们48.5 那星期五52.9获利续报 好 你看这个是我上个礼拜五讲的 它用代工的角色切入细光子对 那今天最高有到涨停 好 你看它才刚做一个头肩底打底完成 它会先挑战前高 然后再直接比价 像这种股票它是做比价 不是说看这个技术线 好 你看外资买 上个礼拜五主力买3000多张 所以这些筹码相当的稳定 就是大户全部都做回补了 好 你看日线 日KD交叉 MACD来看这边 有没有 它这个已经开始收敛 要黑翻红了 黑翻红就会涨一段 所以要特别的留意 那周线的部分 你看它周也是呈现N字形的突破 周KD才刚交叉 一样如果你想操作这档光环 因为这档跟 这档就是说跟四季一样 它盘中很容易洗 很容易被甩叫出去 所以你想操作这档 你想知道它目标价在哪的 你少赖 或者说你想要同步操作 你可以广告的时候打电话进来 好 再来就是说红海集团标兵 来 我称作它这个叫冲力猛 因为它是 比如说像红准已经涨了四十几%了 对 那这档个股 它营收比红准好 你看它前三季已经赚3.2了 超越去年整年 再来它什么 它因为集团拿下了AI伺服器 跟CPU两个订单 都由它来抄刀 好 再来你看 去年赚2.83 今年前三季已经赚3.2 超越去年 好 来 还有就是说你看它这个营收 你看它十月营收呈现双针 再来你看它的这个产品 就是电晶体 可以做什么 消费性产品全部都可以 车用也有 所以现在我不是说车用你也要有吗 再来这个航钛 对不对 消费性电子都要 好 再来你看 它站上下降趋势线 周的下降趋势线 头肩底打底完成 当时我在买世纪第一根的时候 也是这样站上下降趋势线 然后周KD才刚交叉 这个是月一样 你看它整理两年了 整理两年 这中间套牢的没信心的 全部都卖掉了 筹码都回到公司派跟主力手上 所以说这档个股 我称作它一飞冲天 好 我们来看这边 你看最近十月 就是最近近期 我世新获利30% 世纪刚刚算的是72% 鸿海来回两次是65% 这一档个股 我称作它红准二一飞冲天 假设你世纪错过了 世新错过了 红准错过 老师我要跟上 年底的做梦行情 这档个股务必要跟上 想跟上这档的广告的时候 打电话进来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仲参考 我们就已经整身无冠 贵子到我们不随便 你就不小心眼睛看他 超红的要整天 吃穿都过一层 所以它辣也就拚 我们可能不会是什么 不過如果說到台灣的過季 沒那麼大 你能夠叫我們是世界第一名 如果開了 我們都挖過休閒之後 一步要報立大 明天才開了 報立大閉 民國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運作的 投資顧問公司 擁有證券及期貨雙執照 更是國內少數老字號的 投顧公司之一 投顧業是一門良心的事業 面對的是高獲利 與高風險的投資 我們不造神更不沉默 專業 智慧 經驗 負責 用最嚴謹的態度 最嚴格的標準 來決定股票買賣 帶領會員穩健的獲利 更是我們唯一的宗旨 運達投顧 真心